這種情況就是人工方式輸入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人工輸入越來越少了 大半都是直接把算好的成績直接匯進來 所以如果我要把外部成績匯進來的話 那會需要幾件 第一個我們等一下要改程式 上面這個部分就不用人工的 那可是問題成績在哪裡 所以我要模擬一下 第一個請各位先幫我把這個檔案儲存一下 存檔一下 那存檔的話請你把這個我們寫的這個程式有沒有 我是把它先存在我習慣的路徑 還有跟各位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我放在C底底下的那個有沒有 這個底線Python2023這邊 我給他取個名稱 比如說要輸入成績之類的 給他一個名稱 然後 然後 好假設這個名稱按出存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讀一個檔 可是檔案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就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剛剛的路徑 記得在哪裡呢 C底底下 所以我看一下 我C底底下就是這裡 Python2023這邊 然後我剛剛的在這裡 我剛剛存的 那我希望在旁邊按右鍵 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文字文件有沒有 那文字文件裡面的話呢 我給他一個檔名吧 記得喔 他有副檔名一定是.txt 那檔名的話就取叫eng好了 假設英文成績 所以他的全部的檔名的話 一定叫做eng.txt 點txt就是副檔名喔 OK 所以喔 副檔名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喔 副檔名也一定要給他 如果你沒給他 他會先 那如果說你不確定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從上面這邊有個檢視 有沒有 我這邊 副檔名是打勾啦 但如果你假設你的電腦裡面 那個副檔名沒打勾 有沒有 沒打勾變這樣 eng 沒有副檔名 我是建議啦 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這樣比較保險 因為寫程式的時候 那個副檔名喔 假設寫錯的話 那結果一定是錯誤 一定要檔名跟副檔名喔 這兩個一定要有 所以我建議啦 這個可能是把它打勾一下吧 然後看一下是不是eng.txt 那你把它打開 點兩下 那裡面的話 請你輸入乘期 模擬一下 假設 這個 那個 那個 交錯給的成績就是 第一個成績 加第二個成績 中間記得加逗點 因為習慣上喔 分格符號很多 都是用這個逗點隔開 那我建議啦 大概輸入十個左右啦 至於是不是一定要十個 沒關係 反正你就隨意輸入了幾個啦 大概這樣好了 那當然越多感覺越有成績的那個輸入感覺 因為輸入太多 你有說要打太久了 反正就這樣 好了 十個左右就ok了 記得喔 記得喔 在成績的中間 請你加逗點 ok 因為我們要利用那個讀進來的資料 如果 看一下這邊喔 Excel Excel 是還蠻常用到的喔 比如說我今天 如果把資料放到A1好了 那如果你要計算怎麼計算 沒辦法計算 有沒有 這個嘛 然後剖析他會問你說 那你請問一下怎麼把資料剖開 是分格符號還是固定 那當然因為他固定有一個符號 所以選分格符號 然後他符號什麼 逗點有沒有 所以點逗點打勾 有沒有 切開來的 那下一步 那你最後切開來資料放哪裡 記得喔 目標符人格選哪裡 選B1 按完成 有沒有發現 這些成績呢 通通呢 都被切開來的 ok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啦 那其實喔 這件事情喔 我們待會要在Python裡面做 ok 那你說喔 老師那這樣子 在Excel很簡單耶 可是為什麼要學Python呢 因為簡單的事情是Excel可以 但問題如果現在是一個是ok 可是如果這邊有 一百個 一千個 一萬個 哇 那 不過還是可以 他可以向下填滿 但如果太複雜的意用 恐怕還是要寫程式啦 ok 所以啦 我一直強調 複雜的事情可能交給程式 那簡單的事情可能交Excel啦 ok 那你說老師我的工作只有簡單怎麼辦 那你就先用Excel好了 不然怎麼辦 ok 但是你如果將來你希望 你upgrade上來的話 也就是你將來你希望你的工作內容更專業 你要能夠賺更多薪資的話 老闆一定看專業嘛對不對 ok 所以你要upgrade上 你變你工作內容都是寫程式 跟你的工作內容都在用Excel 你們兩個的薪水絕對是不一樣的 這應該是可以 可以 我覺得 你說老師沒有啊 有的是 你不能講特例吧 有的人你要用Excel還是可以賺很多錢 是絕對有 但有的人 那個寫程式寫很辛苦還是賺不到錢 也是有 可是我說平均 平均水準的話 理論上啦 我覺得應該會差一個level吧 ok 不然的話誰要學程式啊 學這些東西那麼辛苦 學完之後薪水又更低 那幹嘛對不對 就像說最近在討論說 唸個大學結果薪水跟高中生一樣 對不對 也有啊 也很常常 那你幹嘛唸大學 你就高中畢業你就去7 對不對 那也是一樣啊 ok 但是你也不能講特例 有些是這樣 但有些不是 那為什麼他會淪落到低薪 對不對 你要去討論這個問題啊 ok 因為他的專業技能就不足嘛 因為他會的跟高中生的 沒兩樣嘛 所以他當然結論 他就是 只領那樣的薪水啦 那除非說他如果也會這些東西 那甚至他那個 CHAR-GPT啦 AI這些也會的話 那當然薪資又是不一樣的啦 ok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像剛剛提到的哦 如果哦 我們第一步已經先在那個 我們的根目底下有沒有 產生一個eng.tst 並且把成績輸入進去了 然後請你把它存檔之後把它關閉 好 成績已經有了 第一步哦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們的程式在這裡有沒有 輸入成績 然後我在他的旁邊 放了一個文件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讀到我的程式裡面 那該怎麼做 其實還蠻簡單的 在Excel裡面 在Python裡面哦 如果你要把 剛剛的eng.tst讀進來的話 只需要兩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怎麼讀哦 我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啦 我們底下這些程式等下要用 所以不要刪掉 你說老師會delete掉 哦沒有 不要 可是不刪掉的話那怎麼辦 欸我可以註解掉 那怎麼註解哦 還記得吧 前面加一個緊字號的話 那是註解 可是問題你說老師這邊有16行啊 哇那16行不是要按16下 不用啦 教會一個簡單的技巧 把1到16行選起來之後 請你按下Ctrl Ctrl 再加一個數字的1 Ctrl1 就是幫你把你選取的範圍 前面自動加上註解符號 OK 欸你說老師那如果我加註解 我想要把它復原怎麼辦 很簡單 再選起來 按什麼 猜猜看 再按Ctrl1不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OK 那這個我覺得你如果寫程式一定要記的啦 這個是我還蠻常用到的有沒有 Ctrl1 注解 Ctrl1 取消 這個其實不是只有Python這樣 之前其實寫Jama的時候也是一樣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蠻共用的 反正寫程式都差不多 還有之前教會放大是Ctrl-Jama 縮小是Ctrl-Jama 有沒有 所以這快速鍵我覺得都有必要 好 所以Ctrl-E先把它註解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檔案讀進來 那怎麼讀進來 其實在第一行 然後呢 如果你要在那個Python裡面讀檔進來的話 你需要學會一個函數叫Open 很直覺吧 Open Open的話後面只要跟他講兩件事 第一個 檔案名稱叫什麼 包含副檔名 檔名、副檔名 第二個的話 你要讀還是寫 這樣就OK了 所以哦 產生一個F物件 一般習慣F 等於後面加一個Open 刮壺 然後檔名跟副檔名給他 檔名就是ENG嘛 副檔名就點TST 然後呢 再後面加上一個逗點 你要做 什麼樣的動作啊 如果我說呢 你今天哦 你現在讀檔的話 記得在雙銀號裡面加一個R 就可以叫R 就是讀檔 那如果你要寫的話呢 猜應該可以猜到 R是READ嘛 如果寫的話呢 就W就OK了 所以哦 這個物件還蠻好 還蠻簡單蠻直覺的 那他就會 因為我Open之後啊 給他這樣的敘述 他就幫我把ENG這個檔案哦 把它放到F物件裡面 所以如果我要把裡面的資料讀出來的話 很簡單 F物件裡面呢 他會有一個方法 叫做READ READ 你打一個R READ其實就可以啦 其實用READ 或者裡面還有一個叫READLINE 兩個都可以 那差別是說READ 全部讀取 那READLINE是讀只有讀一行 可是這邊也剛好一行 所以你全部就是一行 所以兩個其實都一樣哦 但未來如果你有多行的話 你就不能只用READLINE 因為READLINE只會讀一行 所以這個地方我可以先用READLINE好了 OK 好 那這樣就讀進來了 可是如果我先要讀進來之後 幫我把它直接print出去的話 那就加一個print 然後小刮符 前後包一下 就把讀到的資料 幫我直接列印出去好了 兩行搞定 那我來試一下哦 執行一下 他有沒有把成績讀進來 並且print出去 有沒有看到 成績 是不是這些啊 看一下 應該是ok的 這個 我剛剛 把它放在這邊 eng.txt 那這裡面成績就是這一些 看到有沒有一模一樣嘛 所以如果你要把外部的檔案讀進來 非常簡單 f等於open 這個open的這個function 裡面給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檔名 第二個是模式 OK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f物件 你用這個f物件裡面的readline 它會讀一行進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要全部讀的話 其實這邊因為全部就是一行 所以你這邊當然你也可以改成read 然後read 不要用readline 其實得到的結果應該也是一樣 有沒有 得到 因為它一行就是等於全部嘛 ok 那未來當然如果你有更多資料 當然結果就不一樣了 ok 所以第一個我們已經把它讀進來了 可是不對啊 那我們下個目標是希望說 把這些成績怎麼樣 可以把它分別切割 因為它現在是逗點隔開嘛 可是問題你現在如果要放到串列裡面 所以下一步就讀進來之後 我希望切割完的資料 幫我放到串列裡面去就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增加一個空的串列嗎 那如果可以放進去就不用輸入了 直接去計算結果就好了 所以哦 那怎麼切割 下一步哦 底下切 切割的話呢 當然哦 我們會需要產生一個串列的變數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 先把那個 f 產生一個s s等於什麼 f.read 然後將來print就print這個s 多一個變數 那你說為什麼要多一個變數哦 因為呢 我如果把這個變數產生之後 我可以利用這個s的字串哦 它裡面會有一個方法 點下去哦 如果要切割的話 就是像剛剛那個資料剖析哦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叫split的一個方法 你打一個s它會出現了 就是這個 split 那split 如果你要切割 有點像資料剖析 他會問你說 你的分割符號是什麼 所以你跟他講說 我的分割符號是豆點 它就會幫我切割了 OK 所以哦 我們讀進來的話是這一串對不對 然後呢 這一串實際上呢 我是先放在一個字串的一個變數裡面 那因為字串變數裡面 它有一個方法叫split 就是切割 可是如果你切割完之後 其實它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串列了 所以它會把結果還給你的時候 就會是個串列 所以哦 我們最後 直接用什麼去接 用score等於好了 score等於 切割完之後 這邊漏掉了 這個應該在這裡 score等於什麼呢 切割 豆點完之後的結果 那最後啦 我們乾脆print什麼東西呢 printscore看看 OK 最後結果看一下 所以剛剛讀到的是這一串文字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切割 切割之後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的那個score 的一個串列 如果是 那後面就簡單了 如果不是 那就要想辦法 OK 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已經切割了有沒有 一定給你的是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沒錯 為什麼 因為前後一定是中國阿虎 那每一個層積 跟每個層積中間一定加在豆點 可是問題來了 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哪個地方怪怪的 嗯 它為什麼前後都有單引號呢 哦 可以理解 因為哦 我們剛剛用的 這個s呢 是一個自串變數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自串 那Spritch呢 也是一個自串函數 所以呢 它切割完之後呢 當然會回來給你的是85 前後幫你加單引號 或雙引號 那表示它裡面放的是一個文字 但不對啊 那如果文字的話 哎 那怎麼計算 我前面講過嘛 形態不對不能計算 所以呢 你還需要怎麼樣 把文字轉換成數字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哇好多步驟哦 最後呢 你想說老實 那轉換為整數我會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們不是加一個什麼int對不對 那你說 哎 很簡單老實 我加一個int啊 刮戶起來不就好了 有沒有 前面不是這樣做嘛 但是你會發現哦 執行結果會怎麼樣 哎 Type-Air 他說什麼 你這個int agreement 你 其實白話意思啊 就是我有這麼多個啦 但是你int一次只能做一個啦 你不能說你一次要全部改 沒有 它不支援 它一次只能轉一個 好 那你說 老師 那我要一次轉一個 那怎麼轉 其實哦 你可以加一個中瓜虎 比如說我要先轉第一個的話 那就是中瓜虎0 這樣子是可以轉第一個 我們來執行給你們看哦 執行 欸 89 沒錯 因為第一個是89分 他已經幫你把有沒有 前後雙以後拿掉了 變成一個數字 但問題來了 現在就轉一個啊 可是如果要全部轉的話呢 跟各位講 這個時候你就要搭配回圈了 那回圈怎麼回 怎麼怎麼怎麼寫呢 For I in range 把他每一個 從哪一個 從0 1 2 3 4 大概幾個啊 每一個每一個讀出來 然後呢 再把它轉成這個數字之後 再寫回去 就OK了 可是怎麼寫哦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其實有點小複雜 我再先整理一下哦 第一個請各位先在你的這個模組下方哦 旁邊的地方 增加一個這個文件 記得哦 因為如果你不放旁邊的話啦 你變成你要寫一個絕對路徑 所謂的絕對路徑就是你要在這個前面加一個C冊號斜線 有沒有這邊變你要變寫這樣C冊號斜線 然後還有一個斜線 然後這個斜線又是拖曳資源 所謂拖曳資源就是保留的 那你不能用 怎麼辦 你要再去算了 我們先不要解這個問題 直接先把它存在裡面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請你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的話呢 其實就這幾行 OK 那就是這樣 這兩行有沒有 就是這個是讀取 然後把它讀到一個變數裡面 做切割 最後先把它print看看 print了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哦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正列裡面的文字 全部通通轉換成數字再存回去的話 那我程式該如何寫 好來試一下 OK 所以啦 這個 串列 其實跟for回圈 兩個 非常 經常性的搭配 因為如果你沒搭配好的話 很抱歉 你沒有辦法 第一個轉換 所以這個後面 串列真的是 還蠻麻煩的 主要就是說它不只一個 而且它是一個範圍資料 那如果你要把它做一些處理的話 你必須要搭配回圈 尤其是for回圈 為什麼 因為 你想要知道到底這個串列有多少個 你用L1N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我們通常這個 串列通常會是 很容易知道說它的範圍 所以 這個 串列通常會搭配for回圈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希望把它一個一個讀進來 一個轉換 轉換成為整數之後存回去的話 那你需要搭配一個回圈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它一個回圈加一個轉型 這樣就OK 兩行大概可以搞定 好 試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剛剛主要 大概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如何讀檔 F物件 加F點READ 第二個 做 資料的切割 就是SPRIT 第三個就是怎麼樣 做那個 這個串列的轉型 這個串列轉型待會再看 試一下 然後 這個串列轉型 這個串列轉型